出生于1975年9月11日的乔佑,从小在传统家庭长大,是家中长女,家族连着五代都是女性之称,父子被责都是入赘,也因此让她更懂得肩负责任。 在芒果之乡台南玉井长大的她,家族都是种芒果,也让她有了芒果公主的封号。 她坦言因为是家里的长女,所以从小就有责任感,因为知道自己必须要撑起家族的期望。 在当歌手之前,她其实是南台湾赫赫有名的购物天后,凭借着一流的叫卖能力,加上亲切的态度,曾在20分钟就卖光500组女性运动衣服,甚至创下8年台币5亿的惊人销售成绩,至今无人超越。 而从小就对歌唱有兴趣的她,最初是自快乐歌声节目开始,慢慢奠定了歌手之路,之后推出的专辑《昭地》更是让她尝到了走红的滋味,全台各地演唱邀约不断,累积了超高人气。 为了音音北中南接连赶场,紧绷又操劳地演出工作,乔又特别准备了秘密武器,不惜砸下450万买下顶级保姆车。 据她坦言,之所以会买下这台保姆车,是因为演出邀约接连不断,忙起来曾经有过一个月超过30场,北中南到处跑,甚至还经常一天赛三、四场,导致没时间休息的情况发生。 有时候甚至唱到谎神,在台上忘记自己在唱歌,不过她也表示,一开始面对刚昂的车架,觉得用租的就好,但后来考量到长期下来也是一笔可观费用,就干脆弄好一点。 事实上,一分钱一分货,近450万的保姆车,奢华舒适程度完全对得起她惊人的售价。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,她带大家参观了顶级保姆车,只见车内不仅设有隐藏式沙发床,小型更衣室,卡拉OK的,甚至还装配了有如飞机头等舱的顶级座椅。 有次她坐在该椅子上直播时,粉丝们还误认为她是在飞机上。 此外,当年因为赶场太多,路上开车也曾遭遇意外。 据悉,当天结束在北部工作后,由特助开车南下,事发时是晚上十点多,高速公路车子很多,因为下雨车子打滑,才会发生车祸。 索杏特助林威不乱,冷静判断后,先是撞上路肩减缓速度,在高速公路打滑好几圈停下来,没有波及其他人车,将伤害降到最低。 虽然安全气囊爆开,但她并未受伤,只有大腿于轻,表示应该是接了很多庙会活动,车上放了很多护身符,所以冥冥之中神明保佑,最终花了70万元修车。 不过她经历这次车祸,意识到奔波赶场太过危险,因此现在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安排假期,让身心都好好休息。 当下,疫情肆虐,她被退了40多场商演,短收300万元。 更惨的是,她所经营的副业手机配件店,过年前先囤货避免断货,却面临没客人上门,蜡烛两头烧的情况,15家分店的租金。 人事,一个月就烧掉350万元,只能忍痛关掉八家分店纸屑,换算下来两个月惨赔800万元,成了此次疫情下的重灾户。 不过她说,近年来几乎没修过假,刚好趁机换个心境,好好调养身体,还曾和同样被退活动的本土剧演员黄仲玉,不约而同地来到靶场,希望轰走不如意,疗愈自己,也盼早日走出疫情阴霾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她有次在保姆车内举办直播演唱会,并开放粉丝点歌,吸引数千名粉丝上线抢听,起料原先好好戴着口罩,却突然摘掉口罩说真的很想拿下来,该行为也迅速惹来争议。 她说,疫情期间,想说与粉丝都互动,因为在车上有卡拉半唱装置,因而坐在保姆车的后座,与驾驶有间隔距离地在车上直播,还提到过程当中都有戴着口罩,看到粉丝留言建议脱掉口罩唱歌才会拿下口罩,不过还是对此感到相当抱歉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,前不久的时候,她曾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文中描述了一个小故事,称一头小狮子替商人老板带来满满的钱财,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小狮子长大了不少,也吸引到其他愿意合作的商人。 没想到有一天,连一个小小的要求都被老板狠心拒绝,而且还记筹在心,逐渐开始限制小狮子的饮食和工作。 这番略有深意的言论,不禁让人怀疑她是否借此暗喻自己被公司豪气冷冻,但随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却对此传言否认,仅表示专辑都在筹备中,一切如常。 而从夜多年的她,其实显少绯闻,但先前与师弟乌兆帮对唱与演出的时候,在暗V中的举动十分暧昧。 两人相识超过十年,同为南部购物天后与天王,各自拥有不少婆妈粉丝群,还曾被粉丝拱为最速配的一对。 乔佑说,两人过往同属一家电视台,但几乎没有同台过,还经常在购物频道较劲,但私下拥有哥们的好交情。 首度合体对唱情歌,刚开始还真不习惯,经常会笑场。 乌兆帮一度紧张的嘴角都僵硬,让MV的对唱镜头连连喊卡,竟拍了三十遍才过关,惹得乔佑直说唱到嘴都麻了。 乌兆帮则爆料,对唱时只要看到乔佑的大眼睛,就莫名地紧张,并说听闻过往男歌手与乔佑对唱都会紧张,还封他为鹰眼女王。 乔佑还说,乌兆帮是慢热型的男生,他则是直率的个性,因此常作弄他,拍新歌MV空道,曾故意逗他说导演会安排床戏,于是他就认真地躺在道具床上。 男男自语这是第一次,很紧张,直到工作人员来,要把床搬走,还狐疑地看着他,乌兆帮才惊绝被耍,当场气到不行。 此外,乔佑和蔡小虎,蔡佳麟的关系也肥浅。 先前猪肉王子蔡小虎,适逢出道30周年,被问到是否有计划,笑说今年先让年轻一辈来出头,也特别出席歌手蔡佳麟的演唱会记者会,并以虎爸来自称,而且不只要帮儿子,还请来女儿乔佑一起来站台力挺。 被问到近况,蔡小虎笑说最近终于瘦了,过去有好一阵子,因为贪吃所以很胖,虽然瘦的幅度并不大,但她却笑说这样拍照比较好看,不然之前脸很圆。 此外,难得答应担任演唱会嘉宾的蔡小虎则表示,从蔡佳麟身上,看到刚出道时的自己,不怕吃苦,有冲劲,因此对方向她提出邀约时,她立即回没问题,还大喊永远力挺肝。 提到拜蔡小虎为干爹,蔡佳麟说当年在选秀比赛,曾多次演唱蔡小虎的金曲而未免,小虎哥很关注新人,给他许多的建议与鼓励,像父亲般的叮咛,让他感受到无比温暖。 某次到蔡小虎家做客,被说看到他就好像看到儿子,因为投缘,两人败为父子。 听到这段经历,身为干女儿的乔佑,也立刻说蔡小虎人很好,特别心疼年轻一辈。 事实上,乔佑与朱哥亮之间,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奇妙故事。 乔佑最初是跟罗石峰、谢磊等人对唱,后转战电视圈当起购物专家。 经过20年后,他终推出首张个人专辑,早前参与节目与朱哥亮喜重逢。 朱哥亮说,折腾了这么久,终于在相逢。 乔佑的演绎生活看似一帆风顺,实际上却遇到了许多困难与心酸, 所以曾在某节目上用歌声唱出自己的人生经历, 也想用他的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 动人的歌声与励志的故事,让全场的人都为他的努力而感动。 主持人与美人更表示乔佑的努力,让他的表演不用任何包装就能打动人心。 而如今,乔佑已经劳过那段最辛苦的日子,前不久还亮相蔡嘉玲的演唱会, 并送上苦茶与蜂蜜清贺蔡嘉玲苦敬甘来。 被问到近况,他则透露最近都在街活动演唱,一旁蔡嘉玲更笑亏,活动根本满场。 原来,其实乔佑先前一直有街庙会活动,修任超过一百场活动, 昔日的购物天后完全变成职业歌手。 乔佑甚至说道,自己已经变成庙婆, 其实每个人在成功的路上,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, 甚至要面对一些别人不看好的眼光, 但无论如何都要坚强,只要如乔佑一般坚定, 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最后,祝福乔佑的事业能更上一层楼,生活的幸福快乐。